家屬啦 情緒很激動在那邊鼓噪很大聲 那可能他們應該也知道說 搜救隊來會去暫停這重機具的運作 因為當我們要深入這個災場的時候 重機具在運作會讓它更不穩定 會造成我們搜救人員的安危 所以我這一點我很堅持 所以說第一時間我就要求他們要 把那一些第一個重機具停止 第二個要把這個重機具停止以外 要請這些很古躁的家屬要離開 那剛剛在搜救的過程中 有使用哪一些措施呢 大概原則上就是先使用影音探測的部分 我們有那個舌管它比較細 可以在狹小的縫隙伸進去看 那經由那個看了以後 因為裡面空間非常的狹窄 也沒有什麼縫隙可以去深入 那大概試了兩三次以後 完全沒有看到什麼東西 還有看到一些木頭一些鋼筋 那就測出來 那我們換用聽的部分用聲納 因為他說有聽到喘息聲嘛 那我們聲納去布三個探頭 那反覆測試了兩次 還是一樣沒有聽到任何聲音 然後第三個器材 就是我們雷達探測的部分 它可以 可以經由雷達去探測看有沒有生存者 或者是仿生的遺體都可以探測它 那原則上它是它探測距離就是120度 那可以設定10公尺到20公尺都可以 那確定都沒有以後 我們就決定要撤出來 後悔也不是 手水 所以你應該被抓了 然後就去到這兒了 所以要問會